随着疫情在BC省得到控制 我们的生活经济已经逐渐回复正常 而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更加超出正常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2020年的6月份比起2019年的6月份 上升了超过17.6% 而2020年的6月份 比起2020年的5月份的总成交量 更加超出了64.5% 而我经常怪口上的 低利率、低回率和刚刚调低了额测试的利率 也是一个种种因素 去推进我们的温哥华房地产市场 所以今天我很开心 也很荣幸邀请到CIBC帝国银行 专业的贷款专家Grayshir 为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贷款101 究竟在一个这么特别的市场 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可以帮助你们呢? 今天我们很欢迎Grayshir 上到我们的频道 Grayshir 我问一下你 现在因为疫情的情况下 六大银行 或者CIBC 有什么更新可以给大家呢? 现在市场是很热的 我们也是很忙碌 有很多的贷款申请 和审批成功 接种而来 至于7月1日 加拿大安企业房屋公司的新政策 只会影响买家 愿意付出少于两成的首期 即是首付 至于买家愿意付出两成的首期 在现在低息的环境 和压力测试的利率 反而买家是可以得到更高的贷款压 另外经常性 很多买家都会问我 究竟我应该选择 伏动利率 还是应该选择固定利率 这件事也是很难取舍的 应该是根据什么来选择 嗯 最重要是我们看回首缺 一 就是本身现在的利率市场 第二 亦会看回还款的速度 譬如我们说一 在这个利率 现在是一个低息的环境 低息的利率 反而很多投资者 比较喜欢 比较吸引 就是这个浮动利率 嗯 相反 如果现在的市场是一个 有上升的趋势的利率 会选择固定利率 另外就是这个 还款速度 如果买家想尽快还款 其实是会选择这个浮动利率 尽快想还清它的话 没错 就会选择浮动利率 因为它每一年最多可以还多少 因为其实浮动利率 每一年可以给买家 可以还两成的额 是否本金的两成 是 principal的两成 是 principal的两成 我明白了 Gracia 另外我知道CIBC 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有一个产品 我听过是 给买家一个很大的弹性 叫做 Homeline of Credit 你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什么的产品 是 Homeline of Credit 我们俗称 其实就是 物业贷款的信贷额度 是的 这个信贷额度 其实可以同时间 在申请贷款的时候 就同时间去申请 那那个基本原理就是 你还多少贷款 亦都可以 拿多少的额度 出来用 这个就是 Homeline of Credit 很多客人是会申请 这个Homeline of Credit 去做投资 物业翻新 或者质量重组的 亦都会拿来 去给下一个物业的首期 嗯 所以其实用途都是很多 亦都帮客人 可以增加这个 cash flow 另外 不同的买家 有很多不同的 situation 那你们CIBC 有没有不同的 program 可以帮到他们的 是的 那银行 都需要很多不同的 program 是帮助买家申请贷款的 那譬如我们有 榴花 有新移民 首席事业 和再次投资者 是的 那譬如如果你说榴花 那买榴花的客人 我们就会帮他 全面审批贷款先 那这个就可以帮他 锁定利息 长达四年的成交期 那如果 那如果 当时 接近成交期的时候 那个利息 是处于鸡的话 那我们对公司更新的 那保障客人 是可以获利的 有样东西 我经常常 一些客人都问我 究竟我应该是 开始看屋 还是应该去找银行 去做一个 pre-approval 先 那我的答案 就是说 应该是先做了 这个 pre-approval 然后 才去慢慢 看自己的目标 理想 那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 我们帮客人 做这个初步审批 那客人 也可以了解到自己 那个预批的态盘压 那变相来说 他们就会比较清楚 了解自己的目标 另外呢 也可以同时间 可以锁定利率 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和Gracia在这儿聊天 亦都听到你这么多的分享 如果大家 有了解一些什么 关于房地产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可以随时联络我 也可以联络一下Gracia 那我在这里 做一次 多谢Gracia 上到我们的频道 Thank you 谢谢大家